今天带大家看看这一个遍地都长满的不死鸟多肉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是一个玻璃 你可以看到上面长满了许许多多不死鸟 而且它已经是变成了老状的姿态 给大家看看它有多么的粗 而且它是完全都没有泥土的 就只有一些小量的土壤 不死鸟重生给大家看看 非常的多 这种不死鸟是一种土种的种类 它本身的颜色并没有像现在在市面上的这种不死鸟 有那种艳丽的粉红色 它带有的颜色是相信比较暗色的 可是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点点淡淡的粉红 纹路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不死鸟是如何繁殖的 它上面有很多花瓣 只要这花瓣掉落在地上呢 它就会繁殖成为这个新的这个不死鸟多肉 大家可以看到呢 遍地重生全部都是到处都有 OK 再看看上面 非常之多 遍地重生 不止这里哦 我慢慢的移一下我的这个荧幕 你可以看到呢 这里还有 有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好 这个数量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多 现在呢 带大家去看看几个地方 还有很多很多 这里都有 不止这里哦 不止这里哦 这里还有哦 遍地都是 地上都是 还有前面这边 不止这边 OK 还有这里 看看这是我们 播放给大家看的地方哦 还有这里 前面 全部都是不死鸟多肉哦 OK 还有这里前面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哦 这里 如果我永远看的话呢 你就觉得它是一堆野草哦 OK 但是静静一看哦 还有一些 狗屎哦 狗大便啊 可以看到呢 被这些天然的狗屎啊 之类的 滋养哦 这些不死鸟都生到非常的漂亮哦 全部都是不死鸟 还有这里都是 除了这里呢 前方还有很多哦 可以看到 这边都很满哦 还有这里 这个洞里面也有哦 OK 这里是大家丢垃圾的地方哦 可是还是有长满了许许多的这个不死鸟哦 全部都已经是非常的出装漂亮哦 还有另外一边也有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一些废弃的地方 下面也是长满了无数的这个不死鸟哦 好地上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狗大便 因为这些狗都会来这里 吸吸吸吸哦 到处都是 还有这里也有哦 这里也有 除了这里地上都有 这里也有 好 甚至是这一个废弃的这个木板上面都长满了很多 许许多多的这个不死鸟哦 它是没有土的 它从这个门系中生出来 可以看到哦 OK 从这个缝隙里面伸出来 那边也有哦 前面也有 从这个缝隙中生出来 许许多多到处都有 长到非常的艳丽哦 OK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在这里